歡迎收看W姐妹會 前陣子有一件事情很流行 是 什麼事 就是暴睡 所以想問你 今年繳多少歲 你們看我都變瘦了嗎 你今年是繳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七位數嗎 我覺得沒有 沒有啦 暴啊沒有啦 好像過一點點 七位數耶 七位數 七位數耶 你不要弄我喔 七位數 可是我們的數 不是七位數而已 我是想繳多少的稅 不是 不是 是暴七位數 然後還瞧不起我 說我沒有嗎 是暴七位數 光光不要再寫了 是暴七位數 暴七位數 繳 我不知道 我老婆 老婆繳的 我懂 我懂 而且我們的稅 每一塊錢都是會被寄的 對 我們都有乖乖繳稅 而且每次到了 就是報稅的季節之前 就會出現很多的達人 他們會教我們 比如說用信用卡怎麼結 就是可以讓它結稅 繳稅 然後還有 繳稅 對 還有回饋 對 然後或者是可以用網路上面 很多的方法 讓你覺得 好像可以精打細算一下 沒錯 沒錯 比如說我們台灣是美食的天堂 我們有夜市 還有我們的小吃店 什麼都很便宜 紅斑美食對不對 然後像比如說瑞典 瑞典他們的家具做得很好 對 所以他們的家具CP值又高 又便宜 對 他們品質做得很好 然後大家之前有在組裝 就說好漂亮 很有成就感 可是真打 精打細算過頭 然後有點點 common 就是一線之隔 你是精打細算 還是小氣鬼呢 沒錯 就是一線之隔 今天就要好好來分享 不過今天我們請到來賓 都不是小氣鬼 都是會精打細算的 好不好 歡迎大家 大家應該都是省錢達人了 對不對 對 但是我覺得各國在精打細算方面 應該都會不太一樣 所以想問你們國家在什麼方面 會特別精打細算呢 美國 美國人也是滿愛花錢的啦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生活習慣是 我在台灣才發現我們有這個習慣 就是因為我在台灣才比較會常聽到 人家說DIY這件事情 對 因為在美國DIY是已經是 正常到我們就不會把它當作是DIY 對 所以 但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很 還滿容易省錢的事情 比方說我們很愛開車開很久 比方說我大學的時候開的車 是70年代的車子 而且那個車子我是 我開出去人家會讚美我的車 說你車子好好看啊 對啊 所以我們也不會像台灣 你開舊車人家就會說 你該換了吧 你家境可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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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而且我們還滿習慣就是 至少簡單的修 修車子的事情我們會自己修 女生也會 好厲害 台地那你會換輪胎嗎 我換過啦 換過了 可是另外一方面是因為 在美國你在外面吃東西很貴 不像台灣就那麼方便 那東西又不太貴了 是 所以我們一般還是會在家裡煮飯 然後像我最好朋友 他跟他的朋友群 他們都會辦他們自己的派對 然後他們做的菜 都感覺好像他們有請人來幫忙做 他最近流行就是這個擺盤 自己做 他會自己做類似 這不是他做的 這是我網路抓的 可是他會做類似的 就是這麼好看的 然後這個你想想看 如果你想要買 你一定會花很多錢買這個 可是他們都是自己做 這麼厲害 這些都是他們自己 就是要有創意才可以這樣做的 對 然後像他上次 他兒子很喜歡瑪莉歐 要瑪莉歐很難 瑪莉歐蛋糕 所以他做的這個瑪莉歐 沒有 他看這個影片 YouTube上有一個影片 可是他做的是跟這個一模一樣 然後其實他是一個杯蛋糕的 杯子蛋糕 然後就是畫上去的 然後就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我看不出來這個是他的 還是影片的 因為他就做的一模一樣 我就覺得 美國人真的是還滿 在這方面還滿厲害的 好像美國都這樣子自己做 因為這個又賣得超級貴 外面一定賣三十千 所以自己做成的就很低 所以成本比較便宜 所以你們應該是來台灣做一些DIY 然後台灣人就會說 哇 你好厲害 你怎麼那麼強 你們覺得我們很浮誇吧對不對 剛才的畫面不就是這樣子嗎 其實我們就會啦 好巧喔 我們也是會啦 我們就不想做而已 好 把你當自己 對 印度他們就是國內玩 或是出國玩的時候 他們就網路上面很會查 就哪裡比較便宜 住的 吃的那些 那那個就還好 因為出去玩就比較 人家還可以划得起 可是因為我們印度 最重要是結婚的時候 就女方那邊 不管多有錢 都是會很難過 因為那個他們南方都會開口 給他要什麼東西 譬如說醫生的話 他們以前是一百萬 現在現金送給他一個 兩百萬好了 後來他還會開車 就是他們說很貴的車子 除了現金他們還要東西 對 還要東西 哇 都全部都 反正他們都沒有花錢 連摩托車沒有騎喔 連摩托車也要 也要送 他明明有車子 那個車子他跟我們拿完 以後就給他父母 哇 所以的時候我們做的 當女生的都是 很辛苦 做成 爸媽都會很辛苦 你爸爸是不是很開心 你嫁給台灣人 我的家裝 我自己吞了 不給老公 我們台灣都是男生 要給女生多一點 我老公也沒有給我 可是我爸爸給我的時候 我都吞到我自己有去裡面 你們怕改天有發生什麼事 我跟誰要錢 沒有讓老公知道這件事 後來知道 後來 連節目出去就知道 真的 知道你不敢怎麼樣 對不對 內裡 我們在法國是有期 有期滿貴的 所以有很多人 氣有 喔 氣有 氣 反正又覺得 氣有 氣有 對 所以有很多人 現在真的真的很貴 所以有很多人會關心這個 比如說如果你想跟你的 你的朋友一起出門 一起出去玩 是要開車 你一定會分擔 其 分擔有錢 一人一半 然後我們也有一個 評測軟體 所以比如說這個是 如果你想從巴黎區南部 是六十塊歐元 差不多兩千塊 但是如果你想大貨車 是差不多六千塊台幣 對 對 差很多 有時候我會差一百 差很多 所以找人家一起坐 就比較便宜 就像我們有時候 計程車會揪別人 可是這樣不會危險嗎 不會 那個軟體上面有 有那個 照片 對 所以這照片都不能放假的 這個Uber一樣 他們會知道 然後你也有那個 那個那個心情 喔 心心 會打分析 評價 對 所以 有人會留言 所以他們會說 喔 那個 評價怎麼樣 我們去的時候 他很好 我們很好 料得很好 這樣 對 所以上次還可以互相評論 評價 互相評價 其實這樣可以交到新朋友 其實也蠻好的 就變成 因為我覺得像旅遊的朋友 是最難交的 因為能夠一起旅遊算是 需要有一定的默契 要不然很容易吵架 所以以後那個拼車軟體 要先看一下照片 有沒有投資 真的 投資人再來一個 不過剛剛講到那個 很優感喔 像紐西蘭 汽油也是超級貴 是 我今天早上才看了一下 目前的油價是 接近四塊紐幣一公升 等於 一公升的汽油就要八十 如果新聞有報導說 明天油價要降了 或者是說哪一個加油站 現在推出什麼優惠 曾經有個優惠喔 你只要加油 加滿四十公升 它就立刻送你 全套的水晶杯組 水晶杯 水晶杯組喔 很高級耶 那那個時候就是 整個紐西蘭為之瘋狂 大家都去拿那個水晶杯 那另外就是紐西蘭 還有一個很注意要省的部分 是買車這件事情 紐西蘭人大部分都不買新車 他們都買二手車 最主要其實是因為 環保的關係 他們很重視那個碳的排放量 然後大部分都是從日本進口 二手車 紐西蘭人很喜歡買 因為我們的駕駛剛好 跟台灣是不一樣的方向 然後更有趣的是 在紐西蘭買車 其實買二手車真的很划算 同樣的車款 同樣的品牌 絕對比台灣買的 便宜每一輛十到二十萬 你說新車還是舊車 二手車 但是也有新古車 就是比如說 才用兩年三年的車 就已經運到紐西蘭境內了 所以大家就會開蠻好的車 你說像Porsche那種車 小跑車 幾乎都是二手車 滿街跑都是二手車 而且都比台灣便宜很貴 哇 這樣超好貴 可是他們油很貴 對 油很便宜 油很貴 但如果說到油貴的話 德國的油是不是也很貴 對啊 我也不知道 因為德國 對啊 你們聽聽看他的 你看他怎麼貴 德國是在歐洲最貴的 每一公司 2.06歐元 這是六十四台幣 這是很貴 在歐洲最便宜加油的國家 你們可以猜得到是哪一個嗎 歐洲 我猜是法國貴喔 波蘭嗎 不是瑞士 對 瑞士我們完全沒有 瑞士吧 感覺是東歐吧 可是柏蘭 對 真的是柏蘭 一公司說1.42歐元 好便宜喔 在那邊1.42歐元 1.42歐元 那差很多 對啊 但是很奇怪 因為我們也會保怨價格 那現在才知道就 你們以後不會再保怨吧 因為波蘭的物價在歐洲來說 是普遍比較便宜 對不對 比較低一點點 對啊 然後也有很多 很多外國人也會來 波蘭去看醫 看醫生 看牙醫 看牙醫 對啊 然後還有 我覺得很有趣是 很多人會來波蘭去 舉辦單身排隊 不行 對 派對也比較便宜啊 對 因為酒很便宜 酒很便宜 對 因為我們的一個 所以跟其他國家比 對...有什麼差 對 你去波蘭的酒吧 一個小 只有五波蘭幣 所以是差不多三十五塊而已 台幣 太便宜了吧 這個是台幣 便宜 不得吃 對 三十五塊台幣 對 好便宜喔 台灣多少錢 台幣我們手有引還便宜 一般一百五 一百五到兩百 泉水和比汽油都便宜 這樣很容易嗨耶 啤酒員嗎 就是差不多四百五百毫的啤酒 是在流波蘭皮 所以是差不多四十四十四十 它也很便宜 更便宜 它就超商價格 它就...它也沒有 比超商還便宜 比超商還便宜 對 哈魯終於醒來了 哈魯終於醒來了 迷迷回頭想說 而且還可以在店裡面喝耶 對不對 完全不用 好便宜 所以歡迎大家來波蘭 就算發帖 所以他們覺得去波蘭喝醉 其實很省錢 很划算 只要花一點錢 就可以醉了 沒錯 OK 好 哈魯 我覺得那個省錢的部分 我最近有認識有一個 很有錢的人 但是他非常非常地 很會省錢的 是日本人嗎 就是日本人 有一個日本人 他是有一家公司的老闆 然後那個公司想要買 那個有一個公司的設備 比如說那個電腦 或者是那個冷氣也好 他一定要問那個參加 三家不吃虧 要開始比價 然後A家價錢 就三個價錢要讓員工準備 然後不是買直接便宜的 他要 一定要問第二家 要打電話給他 然後A 不好意思 因為我想要買你們的 但是有一家是 你們的比較便宜 比你們的便宜 對 能不能再 他這樣等於是拿別人的價格 去壓人家 對 好聰明 對喔 借力 實力 殺掉 然後如果游秀真的不行的話 那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給我優惠 喔 送一些禮物啊 對 對 對 就是各種方式 然後他非常的嚴格 然後 最難過的是就是員工 因為老闆不會自己打電話 真的喔 對 因為員工要問那個三個人 然後就 然後 有時候要特別要他們給我 比較好的價錢 是 但是 老闆要壓他 所以他還要打電話給他 所以不好意思 因為他游秀來拒絕 所以游秀真的很可憐的 因為其實日本人平常就算是買東西 像我們都會說 老闆可以去尾數嗎 但日本人也是絕對不會 沒有人可以去尾數的 所以他們還要去跟別人說 別人比你還便宜 對他們來說應該是 很痛苦的事情 而且日本不太能夠殺價的啊 對不對 同樣我們不會殺價 對啊 晨熙 可是我覺得日本人其實 非常的精打細算 但是又做得非常走道 像我之前去日本的時候 很多的膠囊旅館 都做得非常的漂亮 可是你不覺得一個女生去住家 然後雨館會怕怕的 不會 你看起來就是 他不會讓你覺得 所以你也住過 我也住過 他不會讓你覺得說 你是要被推進去燒的 對 我每次住都超像 然後你不然上艙門的時候覺得 我好像再也不會出來了 教官雨館它裡面可以翻身嗎 可以 它還有電視 然後有一些我去住過的 還有像是 它會把它打造成像書櫃 你就是 你可能出來的時候 你旁邊都是書櫃 然後都有放書 住在書櫃裡頭 對 然後或者是 你晚上睡不著的時候 你可以就是直接把頭探出去 然後就是直接拿旁邊 書櫃的書 然後直接看 然後整間膠囊旅館裡面 它就是一個書店 你有坐的地方 然後可以出來看書 看漫畫看雜誌 那它可以洗澡嗎 有地方洗澡嗎 有 它一定都會有 像我之前常去日本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有很多時候 可是那個時段都很可怕 我還好耶 我那時候有搶到一個 那個不是紅眼扳機的 飛沖繩的 換算台幣才七百多塊錢 七百多塊 七百多塊 以高鐵還便宜 超便宜的 可是那是就是 它那個是會隨時更新 所以你就是等於是說 你可能睡覺睡不著的時候 就要上網去更新一下 然後看有沒有試出 然後就有人試出趕快搶 現實的 優惠 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這個我也要補充一下 像如果大家有機會 來紐西蘭玩的時候 也一定要搶這種廉價的票價 有的時候 因為紐西蘭現在是分 北島跟南島 南北島之間的國際航線 一塊錢紐幣就可以拿到 一塊錢紐幣等於 現在台幣十八塊而已 一張要十八塊 一張就算便宜 一趟飛機只要十八塊 但是這個通常都是限量 它就是只有一百張 或者是五十張 但是你搶到就算賺到 我們家都曾經 一家四口搶到四張 難怪你們家那麼有錢 你少來 沒有 所以這種優惠絕對不能錯過 另外我還要提醒大家 就在最近因為疫情期間 整個台灣的五星級飯店 現在的住房率都非常的差 所以真的已經是打折 打到骨折了 我今天早上才看到 五星級的飯店 含早餐的Buffet 一個晚上兩個人 可以住房的兩個人 兩千 兩千 你自己上網查 或等一下我link資訊 兩千就有了 台北 新北都有兩千塊 支持一下我們國旅真的 真的 而且平常它的早餐Buffet 一個人份就要五百到六百 弄不掉 現在你如果單獨買早餐 兩百多塊就有了 好棒喔 台北的飯店 大家趕快住起來好不好 趕快住起來好不好 好棒 好棒 那講到日本人精打細算 我覺得還可以再講一個 因為像我自己很常會自己飛去日本 然後我發現一個人去日本超友善 因為日本人對於照顧單身貴族 非常友善 他們超多餐廳 是有設計單人座位的 因為如果你在台灣有時候 你吃飯的時候 他就是可能四人一座 還是兩人一座 你就自己坐在那 就覺得別人用異樣眼光看 對 你還要跟那些人 並坐 但在日本真的就是 對單身的人很友善 像他們很多座位 像一蘭拉麵這種 對 他們就是專門設計給一個一個人 這樣做 所以你去到哪 就很容易看到他是一個人出門 一個人在吃飯 然後一個人在休息或什麼幹嘛 膠囊旅館也是 就是都是設計給單身的人 一個人也很好 對 所以他們連 單身貴族的生意都要做 就滿厲害的這樣 烤肉店也有開始有一個人 對 烤肉也有一個人 你可以自己烤 自己吃這樣 可是會不會有點疾問 就是你在編在等的時候 他吃飲料就會抵押 因為像拉麵來 你吃這個 趕快吃就可以走了 但你自己在那邊烤 而且烤肉有好多碗 你在那邊吃 看到旁邊有一個空碗 真的 就想哭 不會啦 因為那個去燉 不會 因為那個去燉 喜歡單身一個人的時候 就是喜歡那樣子啊 慢慢的生活啊 真的 其實我也很喜歡一個人 尤其結了會好喜歡一個人 對啊 因為想要一個東西的花了 很難得 我收夠了 你姐姐不要回家嗎 開玩笑 開玩笑 那些東西對三點很多好趣 因為如果你們兩個人來 然後就一直都聊天 都不會走的話 翻桌率很差 對 對三點滿有 一個人很快 另外一種思維 安德莉亞 就是因為在瑞士什麼都很貴 所以其實瑞士很喜歡 跑去法國買房子 對 所以像我家庭 他們在法國買好這趟房子 就是靜靜在宣布 我就是所以 你們那邊沒有打房 然後 所以你們在瑞士有房子嗎 沒有 太貴了 那價格差多少 比方說這邊七百萬 在法國你賣一個公寓嗎 但是可能在瑞士 你真的賣一個車位 差很多 對 差很多 那吃在那邊吃飯也差很多的價格 麥當勞的話 對 麥當勞的話 就比方麥當勞 在瑞士最便宜的島餐要四百塊 最貴要五百塊 太貴了 你說跟我們一樣 是一個漢堡 一個薯條 一個飲料 這樣要四百或五百 對 這是 好貴喔 天啊 這是算是 對我們來講算是 那你們會覺得台灣的麥當勞 吃起來有不一樣嗎 那如果在瑞士吃的有不一樣 跟台灣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重點是你跑去法國 你可以有 兩個套餐 賺三百塊 兩個套餐三百塊 跟台灣差不多 對 沒錯 台灣的差不多 所以我就覺得 那瑞士是誰在住的 我覺得瑞士 就算你在瑞士放地 也是要錢的吧 因為我們以前都會覺得 法國物價很高 但現在一聽覺得 瑞士 法國是不是 真的很多 瑞士人都會去那邊買房子 對 但是瑞士 是很特別是因為他們 真的有很多錢 是歐洲 差不多 我們都一樣 是瑞士的薪水 比如說我們的嘴地的薪水 是一千多歐元 他們的嘴地是 差不多三千歐元 對 所以當然他們覺得法國 所以瑞士人 你們都會住在法國 然後回瑞士上班 然後再回法國住 對啊 然後在那邊玩 這樣還是兩邊鑽 對啊 鑽薪水 鑽生活 這個才是 聰明的生活 你是不是聰明 對啊 可是這樣子這樣長期下來 法國人不會生氣嗎 對啊 不會 不會 是瑞士的人 不太喜歡法國人去瑞士上班 因為他說有很多人會來法國 但是有很多法國人回租瑞士旁邊 然後去那邊上班 然後他們看到法國人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一點沒禮貌 所以他們會發現 我們是法國人 然後他們發現的時候 他們回去 那你回去你的國家 對 對 因為他們知道 我們來這邊 搶他們工作 對 搶他們工作的機會 因為這些法國人 我們瑞士人就是 你們這些瑞士人也是 所以你很法國人 我們就找不到工作 那法國人會為了省錢 去別的國家買東西嗎 我們也會啊 因為在法國 從十五年前 越來越貴 我小時候 我媽跟她的兄弟姐妹 會開車去魯昇寶 對 魯昇寶 去買鹽 他們的鹽 比我們的真的很便宜 比如說在法國現在 一包是 十歐元 三百多 對 三百多 台幣 怎麼講 台幣 但是在魯昇寶 十二包 十五個 五塊 五 五 所以是一百五 跟台灣差不多 又貴一點 對 所以 對 我會去那邊開車 但還是跟人家說 抽菸不好 所以 我問一下他們 這個比較不好的事情 你們不要學 所以你們會一口氣 買很多菸回去 對 我們 但是 但是 姚小熙 因為你不能買太多 因為有一個 我不知道 限制 對 對 對 所以我的媽媽 因為我們 五個人會開車去那邊 所以一個人要買 最多的是二十包 所以如果我跟他們一起去 他們說 如果金茶文是你的 這是媽媽 我是五歲 沒關係 感謝你 對 那Binson 香港的部分一定 金打細算一定是 住的部分 因為香港地方 又小又貴 房子應該比瑞士還貴 超級貴 我不知道瑞士到底是 你們應該是全球排行前幾名 對 對 其實香港好像其實幾年前 已經超越東京了 就是以單憑房價來算 所以我們 就是在這麼小的空間 就盡量可以得到 比較多的 靈活運用 對 你像那種 折疊的座椅 那種 小CASE 就是我們幾十年前 還有什麼可以折疊 我有看過是一張 雙人床 是可以放在衣櫃裡面的 對 怎麼做 他要睡覺的時候 衣櫃打開 床放下來 對 他就是整個衣櫃 他一個衣櫃 他冰層很大 很長 這邊才是放衣服 這邊是直接拉起來 那你等於整個一個 客廳的空間 像我這邊有一個例子 她是一個情女 然後她們 你看這個 看上去也滿不錯 對不對 這是同一個空間 同一個空間 同一個地方 對 然後還有這邊 這是他們 就是還沒有 坐上去的時候 喔 他在整理的時候 你猜他這個 他這個屋子 總共是 只有150尺 平方尺 等於是四坪多 四坪多 只有四坪多 你看隨便畫一下 所以四坪多包含了 房間 所有 廁所 所有廁所也有 四坪多是 什麼都在那裡 連洗衣機都在裡面 那衣服就亮到外面去嘛 對不對 要看 現在有一些 有一個比較 就是混合的 就是洗衣 烘衣都在一起 但是比較以前的 就像英俊說的 真的是一樣 擦在外面 一整盤 那如果像他這樣子 四坪的一個房子 大概要多少港幣 這種 看在哪裡對不對 對 看在哪裡 如果說尖沙嘴 比較舊的那種 這種起碼都要賣 八十萬港幣 八四 三十二 三百多萬 但是它不是新樓 就是那種 我們叫堂樓 可以買兩戶打通嗎 可以 你當然買整百戶打通 都可以嗎 可以買四戶打通也行 沒有 因為它三百多 沒有 因為這種 其實很多特別像堂樓 它本來並沒有這麼小 其實是那個房東 他買了一整層 然後割成這樣子 所以你有錢 你就把那個房東 直接包起來 對啦 然後把它之前的 全部打掉 對 這消防 有什麼安全 那還是要注意 辛苦 空間運用大師 對 經經濟照的空間 保玲 波蘭之間是社會主義國家 所以我們 之間的經濟不太經濟 對 所以那時候 我們的張輩們 他們都會 有這種 不浪費的習慣 我們波蘭人很喜歡 二手的東西 所以我沒有想說 我今天帶一個 寶寶 它快 這個看起來很漂亮 它快四十年了 四十年了 對 這是我媽媽 我可以看一下嗎 可以 它的皮好亮 這是你自己的嗎 它本來是 媽媽高中的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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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保養得很好 它的款也很漂亮 你是不是想要檢查包包 沒有 所以這是你現在 真正在用的包包 對 這個一個包包可以用四十年 沒有 因為它是 它看起來很亮 很亮亮的 因為我們 因為它四十年了 所以我每個月都要 擦油 不會裂掉或什麼 很有意思喔 這個是媽媽高中的時候用的 然後我才用 然後大學的時候 我也是才使用 我也是期待有一天 如果有消暴靈 我也是要給它這個包包 對 傳承的 對 所以有沒有在你們國家什麼便宜 是一定要談 如果不談的話 不談的話是傻子 就是傻瓜 花這個錢是傻子 什麼啦 你有什麼傻瓜行為 叫水電工 我覺得美國人很不愛撒架 我們很 其實我覺得我們有點 害怕撒架 你們都是用折價券 他說多少 但我最近聽說我們有一個產品 我自己都沒有想過會這樣子 可是我們有一個產品 是可以談價的 那就是 床墊 床墊 真的喔 什麼 床墊 我以為是房子車庭 不是 床墊 為什麼 因為床墊 在美國是我們還蠻重視的東西 然後我們 尤其是我們 每一年都有兩個大節日 就是一個 總統節 跟一個 哥倫比亞節 這兩個大節 其實我們沒有特別過什麼 這兩個日子 可是你問美國人 這兩個節你可以去做什麼 我們可以買床墊 因為他會大撒架 為什麼特別是這兩個 為什麼這個時候才可以買 因為那兩天沒有 沒有其他的特別的活動 所以我們那兩個節日就是 我們不知道什麼 好 那我們資本主義 我們就是用來打一些售賣這樣子 好酷喔 所以如果去美國買床墊 不殺價就是傻子 對 沒錯 過幾年就會有 美國床墊日 對 對 難受一個字 Bason呢 香港應該也是很會殺吧 但我舉一個例子 他其實不能說是傻子 但是 你沒做會被罵 以前茶樓 大部分的茶樓 門口都有一個 賣報紙的報紙攤 蘇包攤 對 蘇包攤 台灣的蘇包攤 那有大有小嘛 一般就是賣報紙 馬金那是最重要的東西 對 像很喜歡讀馬 對 然後再來就是漫畫 然後 他有衛生紙跟口香糖 是 那我們一般去那種 那種素包攤 你假如跟他買報紙 他都會送一包衛生紙 一般都會有 因為有時候我們可能順便 就是攤方便可能跑去 那個超商 7000那些買 那些都沒有的 你如果讓他們知道 你沒有去買那 就是沒有拿到一包衛生紙的話 他們就會問你 怎麼這麼笨啊 你為什麼要去那裡買 但問題是有時候 然後他的漫畫還沒到啊 漫畫餐那邊才有賣啊 那我們當然是去那邊買嘛 但是就沒有 但是又不夠錢 再買一包衛生紙給他 他就只能缺一包 就常常都會 這樣就會被 就一組的啦 蘇包就是 報紙加衛生紙是一組的 對 哈嚕 我覺得在日本的話 比如說在家裡不要的東西 就怎麼賣 怎麼要賣給別人 是蠻重要的 我以前在那個在家 在那個日本的時候 就我很喜歡買漫畫 買漫畫 然後有一個 很像我觀藍高手 有一個 一整套 對 一整套 三十一個 就是我 那你有拆封嗎 你有把它打開來嗎 我有打開來 因為我本來是我很喜歡 所以就一直買 一直買 然後全部都 但是我要搬家 這個東西要賣給別人 然後我要帶過去二手店 因為日本有很多 那個漫畫的二手店 那他們給我的價錢 只有兩千塊利幣 我好願意喔 不行啦 然後我在旁邊看到 他們賣給客人 就一萬塊利幣 五倍 對啊 但是他願意付給我 是只有兩千塊的 那時候我就覺得不划算 所以你有賣它嗎 那時候我就賣它 我日年有選它 下次賣也 對 然後賣它就好 他賣它 現在應該很難買 對 然後現在但是有網路上 對 現在更貴 很多人就開始賣這種東西 然後我最近又看到網路的話 就可能就賣 大概五千塊到六千塊利幣 就可以賣得到 因為那些不是二手店 這是真的想要的人 對 就我就消費者跟消費者 直接賣給他 好 所以就非常的好賣 價格就比較好 然後最近有日本有一個 我最近聽到的是一個是 吉姆提跟那個 美瑠卡利 這是很像蝦皮那種的 就自己賣 自己放東西 自己賣自己東西 對 往日上賣東西 但是呢 這個基姆提是蠻特別的 這個是 我有一個朋友在利本 他有一個買房子 為了投資買房子 然後裡面的那個地盤 或是場地都要維修 然後通常我們那個時候 我應該要找施工公司 建築公司 要找他 他有安排很多工人 但是不是 他在這邊找工 直接找工人 工班全都在這邊 對 這裡就直接要讓他做 那他一天要過來就多少錢 所以現在這個基姆提就賣的是 那個自己的服務也可以賣給他 賣自己的專業 對 賣專業 非常的方便 如果這個都不知道的話 我只能要買找一個公司 或者找一個老闆 然後要給他付很多錢 就很多錢 對 就貴了 所以就 有知道的人就可以省錢 所以那個獨立工作者 就可以來接這種案子 對 他不是在公司裡面的 對 他就少了店家的 公司的成本 對 這很被抽成 那接下來問一個 大家不用有壓力的問題 就是你們覺得在做 哪個國家的人比較小氣 就是比較精打細算比較多 保麗誰 法國是不是 法國小氣 我之前是在西班牙搭工 然後我是服務員 然後每次德國客人 我也是客人來了 我們就泰都 終於 就有很多小費 就看到鈔票走進來就對了 然後 因為他們完全不會給我們 他們不給小費的 可能是失證 就是真的 一點點 真的是零錢中的零錢 如果像德國或瑞士 他們會給到多少 他們有時候的 對 但我們很喜歡 很喜歡他們 但是 謝謝 為什麼 對啊 我們回給小費 可是 他剛說是不錯 所以我們回給 很少而已 很少 對 因為 因為在法國 他們的薪水 不是小費的 他們的小費 不是很重要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因為有些像美國 也是他們 他們主要是小費為主 對 但如果在法國 就是薪水為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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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小費 對 我們會給 一塊歐元 兩塊歐元 我是服務生的時候 有兩塊歐元 說耶 兩塊 兩塊歐元 好多耶 但寶玲 如果他們給你兩塊歐元 你會耶嗎 如果是法國人 如果是瑞士人 我會覺得 喔 好小氣 但是他如果是法國人 我就正常 正常 一樣的錢耶 如果頂標就兩塊了 真的 我同意 我們真的是小費 真的喔 你怎麼會享受生活耶 你這個人好好喔 因為 證認 譬如說我從小到大 我沒有看過 別人會親朋友吃飯 譬如說在台灣 你們回答 假如是我要 你沒有請過人家吃飯 但是我們真的不是吃 你從小到大 我們沒有看過人家 沒有 我會親家人 所以你也沒有 我也沒有 蛤 什麼 因為是一個人要付他的 他的餐 對 然後約會也會怎樣 你的第一約會的女生 女生要付他的 蛤 你還笑得出來啊 在台灣 真的喔 所以這個在法國是很正常的 對 真的很正常 真的啊 我上一次也請達克啊 蛤 可是 但是在台灣 不是 但是在台灣 我會親朋友吃飯 所以我在法國的時候 我不會 因為我們不會這樣 沒有這個習慣 對 沒有互相請客的文化 所以如果你們跟長輩出去 長輩會幫你們付錢嗎 什麼 跟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可以可以 爸爸媽媽幫你們付錢會嗎 對 可以可以可以 但如果是鄰居的叔叔阿姨 但是你 你這樣大的時候 你不會 如果你跟爸爸媽媽一起吃飯 你要服 怎麼會 這種跟電影演的不一樣 對啊 假溫馨了 電影的刻板影響都是 錯的 好 你們有法國的刻板影響 都是錯的 所以你們跟漂亮女生 去燭光晚餐 然後一人坐一邊 然後在那邊紅酒喝 喝完之後一人一半啊 有時候會這樣 但是女生 有法國女生很獨立 所以有一些女生 不要 因為她說 我有我的工作 你為什麼要幫我付 法國女生這麼懂事啊 因為之前那個法國 Anna也有特別提到 她就覺得 你幫我付 你是看不起我 覺得我沒有那個錢嗎 他們會覺得你是 那你幫我付嗎 看不起 拜託 看不起我 歡迎 看不起我 所以如果在德國 你們也是都各付各的嘛 我們一模一樣 我們也是各付各的 但是我之前覺得 我們德國人很小氣 但我認識她 不會 是她 還是法國 不是 認識她之前 好像差不多 不會 不會 但是我覺得我們 各付各的是很合理的 那如果別人真的親你 那你就知道他喝醉了 要不然不可能請客 喝醉了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對食物也很小氣 我們也是 點自己的東西 然後吃自己的東西 如果你跟別人分享 你就是紅子 我一開始來台灣很痛苦 因為大家都是賣一大堆東西 然後大家平分 感覺好 然後我自己買炒飯 然後我看別人也 因為這是我們的市場相對 因為我吃麵完之後 我也想吃點飯 所以我們就一起了 但是我一開始完全不知道 我就覺得 他們 他們都怎麼了 那妳現在OK了嗎 現在 現在可以啊 現在我知道這是真殘 我們德國也不真殘 那你們德國人 如果大家去吃麥當勞 你們的薯條 會全部倒在一起這樣吃嗎 你是什麼鳳梓嗎 結果我們太親密了 太親密了 妳講太誇張 哈囉 我也有聽秀過 德國人滿小劇的 就是剛剛的歌 副歌也是 然後我有聽秀過 但是日本不是也是嗎 日本也有 而且我們一代 你們也是AA字吧 我國個人不就你們弄出來的 對 但是 你們跟女朋友也是AA字啊 不是嗎 通常 通常都是 對啊 還是應該說德國 對啊 講大方 但是 差不多 你不要再狡辯了 我有另外聽到 有一個日本人要去德國 要留學 進那邊學習東西 然後在share house 因為沒有錢 所以好幾個人就同一個地方住 然後他想要洗衣服 想要用洗衣機 然後就有一個房東叫 不讓我洗衣機 你那個洗衣機洗衣服的量不夠多 好 所以還有問大家 然後全部都一樣 然後就 我不行耶 其實當然我們不知道 不是 也其實算那個省錢的方式 當然沒錯 但是感覺滿不舒服的 所以Aki你會覺得這樣子 你沒辦法結束 還是你覺得這就是我們的生活啊 我覺得那個房東很扁態而已 那妳正常 所以在德國應該不會省到這種 我覺得這個不是不太正常耶 我跟我的家人分開洗衣服 你們家人分開洗 就我們分開洗 因為那感情還好嗎 我的內褲跟我弟弟的內褲一起洗 對啊 性別嗎 沒錯 沒錯 可是天生用本來就要用手洗啊 對啊 如果一般衣服呢 一般衣服呢 但T恤還是可以一起洗吧 沒有 我都分開洗 我們家是內褲一起洗的 內褲一起洗 對 你們穿同一條內褲啊 內褲襪子什麼全部都丟進去 內褲一起洗 所以妳先穿得到 所以我們唯一的分法就是 白色衣服跟油色衣服 因為妳是這樣 對啊 所以妳們黑褲子 黑襪子會跟黑內褲一起洗 對啊 不行 不行啊 洗衣服就會不會長啊 對啊 對啊 不行啊 波蘭也是... 德國也是 什麼都是啊 真的假的 好 Benson 我覺得小氣的是美國人 美國人 常常人家大家都會 去酒吧喝酒啊 對 因為常常都看到 只要那個 你看到一個外國人 拿著一瓶啤酒 他一個小時 你怎麼知道 那個外國人還是美國人啊 一定是美國人 你這個台灣人 就一整個晚上都拿著一杯啤酒 對 他拿著那一罐 他怎麼喝他都是 反正你跟他說 來吧 乾杯 然後他就... 一小就說喝一杯 你不曉得他確定有沒有喝 然後咪一口 他放下來 繼續拿著那一罐 然後那酒瓶本來是冰的 摸到後面變溫的 真的 但我覺得這個算是小氣嗎 除非你是一整個晚上都在看他 那我覺得 如果你是一整個晚上看他 他不是小氣 你是變態 那如果他是放在那邊很久 他可能是放著一下 然後偷偷去隔壁 便利商店 喝一瓶 三十塊 然後再回來 然後就再... 那還不叫小氣就什麼 那還不叫小氣 我覺得才是聰明啊 節省的美德 對 那你就在坐在7分 沒好喝就好了 去酒吧幹嘛 他是先去7分 先先喝個8分 把自己弄出來 對 然後剩兩分 對 對 好 沛莉姐 我是不想講人家壞話 不要講人家想氣 就講金打計算 然後比較有數字觀念 我認為是香港 因為我所有認識的大企業 在裡面擔任會計師的 或者是財務長的 主管那種數字大權的 幾乎都是香港人 非常很多 然後他們對那個數字 就是特別敏銳 可以抓出很重要的一個 財務的方針跟政策 然後還有去香港也是 街頭到處 不管你是賣什麼東西 一定會看到各式各樣的折扣計算方式 什麼買5送1 買10送2 買20送5 好像在考數學一樣 數學不好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被呼嚨 因為你根本就不知道說 裡面有沒有什麼問題 什麼東西可以買20 所謂的財務長都是香港人 他就玩數字玩到你根本 你整個人都混掉了 你像剛剛在講的 怎麼買5送1 買7送2 你去那個超市 連鎖大型的超市 你去看他 他常常會有特紮區對不對 什麼買兩坪多少 對 你看到譬如說買兩坪 可能是19塊8 你覺得好像比較划算 但是你可能繞去看一下 他蛋一罐賣8塊9 所以是一樣 你就會開始發現 到底是19塊8便宜 還是8塊9便宜 所以你算你就分不出來 消費者沒有看到19 消費者只有看到2而已 沒有 因為他不會告訴你 單槍是多少 他只是跟你說 現在特價買兩件多少錢 然後除以2以後 單件是多少 但是原價是多少 他就不告訴你 對啊 所以手機的那個計算機 要隨時按一下 對 你就會看到那個時候 很划算的 很划的來了 買了買個兩組 可能午餐肉什麼的 趕緊買兩組 買完可能隔天去發現 原來單槍賣8塊多 其實台灣也有這件事 有喔 因為我在那個百貨公司下面的超市 曾經就有看過 他說買兩個多少錢 我說好划算喔 然後就逛逛逛 他有單包 單包還比較便宜 直接買兩包 那個還划算 超多 所以你們一定要注意 所以不要被那個現行也騙 沒有 可能你回去採一下 他們公司的那個財務長 你是香港人 香港人 有客人 真的 聰明 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今天真的說了很多 教大家怎麼樣精打細算 就看你自己怎麼想 需要在乎別人的感覺 沒有 精打細算是美德 那如果有小氣的話 那就自我檢討一下 OK 今天謝謝老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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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我們未知見 拜拜 拜拜 拜拜